台东市一间知名的连锁服饰店 在10月22号进行整修开幕仪式 重新装潢象征又是新的开始 有啊我未来想说 把每一种服装新的资讯 一周一周的呈现给每一个顾客 下个月预计12月份 你有没有一个预定目标 大概要达到多少 这一定要是百万业绩 那你是要给自己加油 要啊加油加油加油 年纪轻轻就当且老板娘 除了要有本领之外 也要对时下的流行更加注意 才可以让顾客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开幕来了很多的贵宾 但最支持她的动力就是父亲 支持她啦 所以说为了她这一次的重新装馆 重新开幕 我也给她信心说 一定要好好的做 将我们台东 将我们台北的一个流行的趋势 能够在我们台东也能看得到 年轻人开店不容易 但她经营起来有声有色 朋友也为她加油打气 希望你加油 不会的 也希望她可以在这个时尚舞台上 发光发热 以上新闻是由张艺成 在台东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